经常都会有人问,甚至质疑 究竟电源处理器,简称电柱 有没有实际作用,有没有需要买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是没有的 只要你有自己的发电机 发完的电,有一个大型的直流储存系统 即是将交流转到直流,储起它 再跟着,这套直流系统 只是供电给你的Hi-Fi房,Hi-Fi系统 你已经解决了所谓电措的问题 再加上,如果你的房间Hi-Fi房 有一个屏蔽的系统 专业的说是农房 某个特定规格梳物的金属网 包住了房间 就可以屏蔽大气电波里的杂讯 在这个情况下,根本没需要花钱 去买那些便宜贵贵甚至很贵的电处理器 浪费钱啦 去买那些人 在类传之后,这种信息 在这种信息 把那个费调量的杂讯 你也看得出来 有一个人来说 在类估计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气电波真的无处不在 你有多少部手机呢? 左右旁边的人都可能突然拿出两部三部 最少都有一部 家里有多少人 旁边的屋左右呢? 所以大气电波尤其是去到5G 5G的机站是特别密的 因为发射的电波要够强 所以要排得特别密的 所以影响是必定有的 大气电波其实都会入侵那条电源线 也会影响到你的 所以你说是否可以集完 当然不行 不过是尽做 那你就要选一部好的电源处理器 它就算那条电源线 pick up 了入你家的电纜 pick up 了一些集信 它都可以帮你隔除了它 尽量在电源里做事 有电柱和没有电柱的分别 其实很多发烧友都会有这个经验的 就是听听Hifi 越听越晚 不捨得生机 但到了凌晨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位置 你觉得好声很多 不是机会突然开声 而是周围的影响少了 因为相信到凌晨时分 大多数人都会睡了 或者用电器的程度都会少了 电操少了 整套机突然间好声做 是正常的 这个也反映到电柱是有需要的 今次要介绍的 就是最新的Night Speed Reference Mark 5 就是我在前面这一部 不过大家可能一望以为 又是这样的样子 和旧款有没有分别 有很微小的分别外表 就是前面那条坑纹 那条V坑那里 是蓝色的 有一种金属蓝的 有意认住 如果有的 这个就是一个最新版 你好 陈海川 刚才已经强调过 就是外表上真的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到的程度 其实都是那个壳 都是那块面板 不过他今次都做了一些东西 令大家分到它 就是刚才提到的面板上面 那两条V坑 那十字的V坑 是蓝色的 是金属蓝色的 大家只要认住它 就知道 这部是最新版的Night Speed 电柱 那外表没有分别 里面有分别 最重要是里面有分别 就是电柱 当然是它的馅 里面处理 杂讯的技术 用料的分别 这个是最重要的 它们最主要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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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处理的问题 其实就是两个 一就是电压浪涌 或者是杂讯 在AC电流 交流电里面 或者是市电 来自市电的一些不正常的电压浪涌 可能是某些设施被雷砍 又或者是隔壁 有些电器突然受损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 这些如果突然间 去到Hifi房里面 某一套机 冲了进来 因为那些所谓电压浪涌 可以突然间 瞬间去到上千伏 进了你的Hifi 我相信你一定会 立即 哇! 惨叫一声 所以 有一部电柱帮 你顶住 其实是值得的 另一件事就是杂讯 经常都说的 无论是你自己家 或者隔壁左右的洗衣机 风扇 抽气线 电脑 冷气机 雪柜 它们有摩打 阿缩器运作的话 都会产生一些电流的杂讯 这些杂讯 其实对电器 或者Hifi 对面的一些IC 集成电路有影响 因为它们对电压干扰 电槽是最敏感的 受到这些电压 在电槽干扰之下 就会无论是音质 画质 清晰度 长针度 都会明显烈化 至于大气电波 其实很多Hifi 都说他们做了很多功夫 去防止这个 RFI 或者EMI 就是这个无线电波 或者电磁波入侵 但是 由电源线入侵的 就是没办法完全切断的 因为这条电源线 除非你真的 不用用电 没可能 有一些高级音响 他们会选择用电池供电 但是这个佔少数 始终用交流供电 是最多的 所以电柱 就是帮你在事前 尽量去处理干扰影响 至于Night Speed 一般来说 如果要处理这些电槽 或者干扰问题 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 在市场上有很多不同成本 复杂程度 甚至规模尺寸大小的电源处理器 而当中 绝大部分 都是用电感 或者线圈的模式去过滤 但是Night Speed的设计者 认为 当功率放大器 即是后级 要应付大音压的音乐顺便 电感 就会承受瞬间的电流衰索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无可避免的时制 这种时制 就会令到声音的顺便反应 反过来变得磁缓 令到它缺乏了现场音乐 应该有的真实速度 和渐强渐弱的比例 都会变得模糊 Night Speed的做法 就是通过它精选的一些磁性材料 组成了一些独特的类波器 它这个技术 这个类波器就叫做 Hyperdrive Technology 这种技术可以保持适当的阻抗 同时可以大幅降低 RFI和EMI的影响 亦都可以阻止电压浪涌的干扰 更加因为它不用线圈的话 亦都可以摆脱了这个模糊效应 能够完全没有犹豫 满足了这个即时的电流衰索 所以它不断强调 它们的电柱就是一个 无限流的电源处理器 Light Speed旗舰系列里面的其中一个型号 在这个系列里面其实有四个型号 就是Reference Ultimate 2 Digital Reference Ultimate 2 Analog 以及Reference Ultimate 2 Power M 再加上就是Reference Mark 5 今次要讲的主角 刚才这样的数法 你都明显听到 如果你要玩到顶级最尽 那就要用Reference Ultimate 2 那三部分工的电柱 即是数码、模擬和Power M 用三部去做了各种工作 但是Reference Mark 5 可以说抵玩很多 一次过玩齐了三款机 它们提供给你的东西 但是消费比玩三部机 便宜得多之余 还有一个很贵的 就是佔你的空间 也等于三分之一 所以Reference Mark 5 最吸引的地方就是 一机可以完全对应数码、模擬 以及功率放大器 在Reference Mark 5 之前 其实十年前推出了Reference Mark 3 这个型号 要注意 由Mark 3 到Mark 5 中间是没有Mark 4 至于是否为了我们的忌跪 就要问一下厂 总之3到5 没有4 为何要强调这件事 就是产品周期长达10年 中间没有突然出些3.1、3.2、3.33 不知多少之后才去到新的Mark 5 可以见到 Night Speed对自己的产品 非常之有信心 和有良心 一部机买足10年 如果我现在买一部机 可以用10年都不用再换 除一除数 当租都值得 当我将大访其中一套的参考前后级 就是Solution 的前后级 以及DCS 的音源 全套 全套参考组合 都插在Light Speed Reference Mark 5 电源处理器身上 它最新一代的处理技术 果然是立竿见影 可以说快过打针 我播出《听惯听熟》的 Alan Kunmon 弹奏 拉克曼尼洛夫第二钢琴奏名曲 可以说那钢琴一开声就听到 除了钢琴的功架 就是Night Speed的功架 即时知道这个Mark 5 的厉害 那钢琴更加踏实更稳 对比鲜烈高音量量 中音哼唱低音见劲度 整体的线条都更加清晰 如果你对日本相机 主要是Nekon 和Canon 有认识的话 尤其是镜头的特性有认识的话 都会知道Nekon 的感觉 就是会被人觉得 对比和线条都强烈一点 可以说有少少 戏剧性的感觉 而用了这个Webfront Mark 5 都有这个感觉 就好像用了Nekon 镜头 你在准确的对焦之下 看到那种光鲜的景象 搶眼又悦目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播出来的那个钢琴呢 我就会觉得好像一个特写镜头那样 所有东西都更加势力又清明 一台演奏听用的平台钢琴的结像 就立得更加实 在这个大房所拓展出来的音响空间 就更加闊 音响台更加实在 可以说是一个有惊喜的舞台感 再来呢 都是播出这个Nekon 镜头 不过呢 就是他The Messenger 专辑里面的 Mosa的Piano Concerto Number 20 in D minor K466 先前已经觉得这个录音的结像 一层次 以至整体的音场立体感 相当了得了 但今次在全套大房的参考系统 都通过这个Reference Mark 5 裸电之下呢 那个钢琴是更加实在又更加立体 每一下钢琴声都会觉得好像 经过抛光一样 那么伴奏的这个萨尔斯堡 室内乐乐团 其他的乐器 出埋场之后呢 整个立体感呢 就逐步逐步地扣住起来 我确切地听到 每种乐器的声音都立得更加紧奏 就好像有射灯去曝光之下 你不单止觉得作为主角的钢琴更加突出 搞清楚是突出不是突出 如果你播到突出 其实结像是有些问题的 也都令到舞台上的其他乐器 他们的位置呢 感觉就更加实在 将整首乐曲的立体感 生猛地表现了出来 最重要的是他们合奏之下那份热烈 充满活力 又宽快的音乐感染力 都来得更加立体清清楚楚 一台钢琴或者钢琴 再加上乐队的协奏曲 讲了 简单一点 一支小提琴 其实都考机的 因为一支小提琴 很容易你就会知道它有没有缺点 不过我听过很多很多次的 Isabel Flauch的J.S.Bark Petitas 可以清楚听到那支小提琴结像的核心 是很聚焦的 琴音亦都觉得是超稳定的 运功推拉之间的变化 令你觉得是一种施施入扣的感觉 琴音鞋波散出的声音气团 控制得相当稳 又实在 结合这个唐音就是一份强烈有立体的舞台感 这份强烈有立体的舞台感 放在这个《华格纳女舞神》 2022年的《Remastered 2022》版里面 红让可以感受得到那种强烈的舞台感 立体感 第三幕一开始的时候 吹颤的管言 可谓气派十足 线条鲜明有劲度 音质更加光亮得来 是有肉的 当铝高音进场那一刻 整体简直令人感觉经验 已经说到人声了 刚才说的《华格纳女舞神》 这个绿音简直是经典 比较大路一点 就是一些流行曲 或者不同年代的美歌美演绎 比较近一点的 找了本地的创作 就是方浩文的《李是你本身的传奇》 或者《岑灵仪》的《乌托邦》 Reference Mark V 将他们的音场感 声音 结像的聚焦力 可以说 帮上一大把 不单是令所有东西都来得更加立体 更加添上了一阵 发烧录音的感觉 又或者播出 比较年代久远一点 就是《Never Gonna Natural Goal》 最出名的编曲版本 就是由《Schedule Mandis》 我可以说 它将旧录音的质感 单薄、稀疏 那种感觉 一下子拉回它 令到音效以至歌声 都来得更加有线调 更踏实、更立体 同样 播出《The Flying Pickers》的 无伴奏合唱版的《Only You》 有惊喜 再来 还有一样是美人声 现场的美录音 就是《亿年Live 07》 音乐会现场的录音 在里面的《Hook》 或者《圆》 这两首名曲 我觉得是名曲 到现在再听 再三听 我都觉得很棒 Reference Mark V 可以说 替造一个空间感 空气感 和唐音 足以令到我 自身在音乐会现场 那种虚拟效果 令到你觉得事情是实在的 在《Hook》这首歌里面 伴奏的真音大体感 还有《古增》、《吉他》 以至《异虎》的质感 都来得更加出 而在颠峰期的《亿年》 它的混声、唱腔、演绎技巧 真的一开声 就已经叫人动容、入心 在《愿》里面 令到这一段 作为引子、作为点题的大提感 更加入心 更加能够提升了《亿年》 就会令人感到更加抽心 可以说听完之后 音乐停止了 都要令人一种回甘之余 大大力地深呼吸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讲到电源类波器 或者电源处理器 总有人会问 背景够不够黑、够不够静 如果我问 用了这个Reference Mark V 又如何呢? 老实说 我真的答不上嘴 因为Reference Mark V 令我完全忽略 无视了这一种大家过分关心的元素 因为无论从音场、舞台、音響空间 我全部去看、去听 它那种立得紧、有实在的感觉 很稳定、很立体 可以说已经去到另一个层次 重点只是有一个 就是亲耳听过你就会明白 就会用耳朵去感受 去引导你、去选择 究竟你会选哪种电源类波器 不需要只顾背景够不够黑 因为你在听音乐